世界為何會有時區? 這個世界之所以有時區 是因為地球圍繞地軸旋轉 從而產生了昼夜循環 但由於地球是球形 並以行定的速度自轉 亦因此地球不同的部分 在不同時間會經歷白天和黑暗 為了準確和一致地記錄世界各地的時間 所以創建了時區 時區的定義是使用相同標準時間的地球區域 每個時區的經度闊度大約是15度 並以特定的指五線為中心 通常是本初指五線或國際日期變更線 世界上有24個標準時區 他們之間通常是以一小時為增量 特定的時區中 時間通常是設置於 該區域中央指五線的平均太陽時 不過有些國家出於政治、經濟 或其他原因選擇偏離標準時區 而使用自己的時區 時區對於協調世界 不同地區的活動非常重要 例如國際旅行、電訊和商業營運 他們還有在於防止混亂 亦可確保每個人都遵從相同的時間表 無論他們身處在哪裏